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园林市惠来接一店面今天下午发生火警 当时工人正在更换招牌 以似切割招牌时火花引燃大火 造成火事迅速蔓延 彰化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 迅速派出11辆各式消防车辆和救护车 以及22名消防人员前往救援 或是于14时27分被扑灭 并无人员伤亡 至于详细机会原因 人呆消防局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厘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张华人张华是新闻记者 林明佑采访报导